展開中國對韓國方面的一場 男子團體四強比賽方面的第三場比賽過程 大家很關心究竟誰領先 在前兩場比賽方面 有一個很好的消息 就是中國隊全部都贏了 包括第一場劉國良 局數2比0擊敗了金澤豬 細分是14和20 22比20 在第二局打到DUCE 而在第二場賽事 黃屠2比0擊敗了 韓國隊方面的吳尚銀 細分是12和7分 是一個很懸殊的比數 現在是第三場單打賽事 由中國方面的世界冠軍 世界平民第一的孔令輝 上任對著 現在是藍色衣服的韓國隊的老將 劉蘭輝 假如這場孔令輝贏了 會然之中國就可以 昂然進入決賽方面 問回蕭建文 在賽前方面來說 很多人猜不到在第二場賽事 吳尚銀是會上陣的 對,韓國隊這個陣 都可以說是出人意表一點 因為他沒有用劉蘭輝來打主力 相反就把劉蘭輝打到第三個部分 沒錯,第三個單打 即是換成打一場 得分 看到你現在是中桌方面的對公 成功 事實上中國由於五個球員的實力 都比較平均 所以他捉人是比較困難一些 好像今天上午我們播過的 中國對瑞典一樣 好,張瑞典沒有把蕭德內爾擺作第一主力 把蕭德內爾打作第五場 結果他根本出不到場已經輸了 沒錯,在這次的賽事方面來說 正如你所說的 中國隊的球員的實力是比較平均 放誰上去的話 實力相差的情況不會太遠 韓國隊本來只有李哲成 還有姜希燦 兩位球員 都沒有在這次的四場賽事上陣 看看這場的比賽 如果是劉蘭輝一定要贏 才有機會跟中國繼續增持下去 但這場賽事對著 是屬於世界排名第一的孔令輝 當然不是那麼容易 是的 中國隊對韓國隊的第一場 劉國良開了一個好投 以2比0贏了金澤豬 金澤豬在韓國隊 是可以擔大棋的一個球手 看看這場賽事,第一局的比賽 現在雙方退到中台來打對攻 擦邊,還有扣番 很精彩 果然是屬於世界級的對碰 只是屬於第一局的初段 雙方已經可以說絕對擦出火花 甚至連擦邊坡也能夠 問你怎麼撐 不過海色最後屬於孔令輝 自己打到網底方面 劉南輝,看他的眼神是很集中的 亦沒有受到之前 隊友兩場敗陣的影響 3比3 劉南輝這個球員技術很全面 最重要的是他 中台的球比較穩陣 還有他的步法比較快 對付他一定要前後調動 左右對他的威脅不大 對付他 這球球孔令輝打得快 用速度來控制他 孔令輝… 孔令輝在之前的八強比賽方面 是對著的 瑞典方面的矮得雷 是失去自己的分 好 果快 在接法球中 給他正手的空檔 雖然說雙方在世界排名方面 是相差四位 但實際上前十位 十位都是差不多 而且他們雙方對壘的機會很多 彼此的球路相當熟悉 在去年年尾的亞洲賽方面 劉南輝並沒有上陣 比賽團體賽事 但當時結果 都是韓國隊方面擊敗了 中國成為了亞洲方面的團體賽冠軍 今次到世界賽 劉南輝又出來比賽 看看形勢方面 可否為自己的韓國隊 在劣勢中扭轉過來 上方退到中腿 把球速拉慢 所以他的來回板數就這麼多 7分5分 這球球球是無法抓到的 打開一個短的 結果反而自食其果 連失2分 這球是發短球 抄襲後可以起手 很漂亮 中三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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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朗玲輝也不禁事由 八球在一個正手搶弓 橫掃下去 見到他預報方面十分快 實際上說回 在另一線下試方面的形勢 就是屬於法國對著德國 相信無論是中國或是韓國 進去決賽的話 對著法國或是德國 應該機會會比較大一點 希望 看看盲鏡頭 塞了身 拉回我們的直線 看到在這次的賽事 特別在這場的準決賽方面 之前來說 黃圖和劉國良 比我們看到的狀態是十分之好 中國隊這幾個球員 可以說是越打越好 6-10 發球出了桌 所以孔令輝拉了一個賈戶圈 大王… 放個短球 吃算了 留油 大王… 現場方面很多勇奔 不少 勇奔不少 側上船 給空檔 側身的位置 空檔很明顯 這分球 孔令輝回了兩分 都能得到 上個接八球搶攻 一出台就想搶攻 勇奔 既然是大比分領先 應該就是… 11-7 暫時孔令輝有四分球的優勢 你都看到 12-7 就是五分球 你都看到這邊 劉南虎稍微將節奏慢慢 讓自己定一定神 發覺靜守急球 又是退桌打對攻 中距離直線 投球這個球 難度很大 離了桌這麼遠 能夠把球打到這麼敏的直線 剛剛在桌邊 也看到劉南虎 側身膝打回直線 雙方 可以說各的一方 就是為自己的球員打氣 能快能慢 劉南虎 厲害 打到孔令輝切球 走過來 設定 還沒有了 能快能慢 入桌可以進攻 可以快出手打對攻 也在樂點方面加強了變化 暫時可以取得到 比賽方面的節奏控制拳 出機會 這分球 孔令輝根本沒有準備打回頭 以為自己已經成功了 十拿九穩 打算進入球 回不了頭 這分球打得很漂亮 想不到他這麼快就打回頭 在節奏上 現在劉南虎是控制住孔令輝 孔令輝根本打起來 就好像不夠他快的 這球 如果說到國際大賽方面的經驗 當然是劉南虎 比孔令輝強很多 一下子已經追了一分球的距離 搶攻 好 撐回頭 還有 這真是鬥志頑強 打到躺下還要爬起來 再打回這個球 真是一絲不久 劉南虎在86年的阿雲 已經露出自己的光芒 他現在已經有超過十年那麼久 孔令輝在上一屆的世界出了 是令到全世界人士對他的打法 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看到了蔡振華 在之前兩場的單打措施方面 他一直都是面露笑容的 但是這一場又不同了 很緊張 轉發球了 11比14 都是發短球 從陽給了他正手 但是他能救到 孔令輝這個 其實也是機會球 對方都走失了 有些心急 太過廣球的落點了 他都走失了 13、14 好位球員看到孔令輝 在準備接發球搶攻的時間 也是接零失分的 看來在這個判斷方面 是要加以改善 有些稍微急躁一點 13比14 插回場球 他自己都覺得很可惜 這番球他已經看準了路了 起板可惜是打板邊 他自己是很本色的這個球 他已經過了 他已經過了 他是側身的了 誰知道打到板邊 看來他打這場球 信心十足 快一個短球 孔令輝搶攻 他先防住 他防得到孔令輝的球 他全場控制著節奏 看到孔令輝跟著他來走 絕對有反應得到的 好球的球球 看到在劣勢之下 都能夠在電光火石之間 是反應得到 14比15 發球出台球 被孔令輝拉到的反手了 始終比較弱的都是反手 在這次的發球拳方面 只是將比分方面 是縮到落後 兩分球 由對上一次的四分 是縮減到兩分 看看孔令輝在發球方面 看看會否再次利用短球 是剋制著防線 都是一個短球 打他直線 很漂亮 靈活機動 看來在發短球方面 特別是發去一個 男輝的反手位置方面 男輝好幾下 都可以說為他製造機會 是的 出機會 又是發短球 逼他側身了 這分準備得不夠 沒有想到他坐得那麼… 坐過重下旋 坐得那麼邪 加油… 加油… 中桌球被他拉起 再打他 還有… 又是中桌對攻 好球 打慢一點 不用這麼急 急著自己的反握 就沒那麼大了 反正他推出中桌 球路比較慢一點 看準機會才發力打 果然是憑著自己的發球方面 連得兩分 又發一個短球 設定下旋 中… 恐慌出界了 追上分上來 這一分是很重要的 來回是三分球的 暫時是18比16 贏了一分 就拉開三分 否則就是… 一分球的差距 偷個急球 是 偷不到 發長球很危險 都是發短球控制著他 好…可惜現在換發球了 加油… 幾次發短球都能夠控制著節奏 一下子的長球 打算偷一下雞 但偷不到薛紮米 發球拳落在劉南輝的手上 一分之差 接好發球 看看怎樣接 低 露素是對的 但出界太毒了 看到劉南輝準備側身的時候 他就給正手位置是對的 可惜太毒了 差一點點 差一點點 一串位就是離桌 現在暫時是18比18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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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發個短球 高了 劉南輝沒有起板 劉南輝這把起板反而是冒險 劉南輝這把起板反而是冒險 所以他就拆開 拆開一把短的 放一把短 反而孔令輝是逗得出界 我說空令輝的球好就好 有時候無謂失誤真的好多 有幾個球都覺得有點無謂失 反超前 先吃個武力的 退桌打敗敗的 這些也是 他無緣無故會打失的 很可惜 這分數可以說是一個比較重大的錯誤 連續兩分球,不是一分球 打敗敗的 劉南輝領先20比18 又放回點高球 對呀 給他接他的正手很頑皮 接個機會球 輸了幾分之後 看來孔令輝有點疾 在接發球裡面不敢用力下去 所以就出個機會給他 第一個分數就是劉南輝 贏21比18 在打法方面是比較謹慎了 還有很多是犯了一些比較輕微的錯誤 導致自己是頻頻失分的 看看第二局你們自己有甚麼看法 應該是將速度加快一點 不要受他牽制 自己根本一點主動都沒有 特別是從發球開始 好,第二局的賽事 出發球 一接了一個正手發球 就已經是向後退了 準備跟他在中桌打對攻 放鬆 也是這個 側身打他 是,應該早點發力 先發制他 不可以等他打了之後 自己在後面再打上來 始終都是被動了 像剛才劉國良打羅南輔那樣 用快來控制住他 在今次的賽事方面 很明顯是孔定輝 不是被主教練蔡振華 列為主要重心的鐵分球員 只是排第3的主力 劉國良將會打1-4 而黃濤打2-5 黃濤打算找他 拿老將的手尾關 要看到第4場才知道誰打主力 當然希望孔定輝贏了最好 不用打第4場 2-3 China 看到了 一直影響就是蔡振華的反應和表情 有兩分在首 作為教練來說 應該要心定一點 他有一個是不上銀 就算打到2比2也不用害怕 不會輸給他吧 有機會了 好反應 不可以打到自己打個好球 就想著對方不能回 這個是劉南輝 防守是很穩陣的 好幾次看見 就是想著自己贏的情況之下 沒有甚麼防備動作 是快打 對 他退後有球 能快能慢 真是 很全面的一個球員 快點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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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把對方的劉南輝迫離桌了 這次出盡力打算拉過來 可惜就拉了空氣 快打 再打這邊 路線對,可惜打不到 打到對方都被動 都被騰到 快打到雞的來看 來 這分倒桌就可以了 其實不用這麼毒的 很邪出 滑一滑 索分 有時不用強攻 這些就是智取 不對嗎 我可以拆回一把短 他在後面走上來 又未必打到 真的碰莽出界 對 正如你所說 有時確實是需要以猶祭綱 接著是有兩分的領先 有勢到這邊 劉南輝4比6 急球 給他正手 設定他的側身 補球 一定要打 在之前的八強賽事方面 韓國隊可以說幾經辛苦才是謹慎 3比2 是擊敗了入盤 當時來說 這群球員是出不少的體力的 起反手 在這場比賽中 孔令輝起板的時候 劉南輝是有防守的意識 但是如果劉南輝起板 孔令輝就站著看看 即是說他的防守意識 還不夠好 不贏 這球球會的手是高一點的情況之下 劉南輝馬上擺到機會 見到這球球很明顯 高 發短度 插個牆的 3分好 估計孔令輝這些球 應該打到 他打不到 時時都是這樣 已經是希望充分控制著 自己的節奏和主動拳 可惜 太輕易失去這些球 我可以說 以往比教授 如果在狀態巔峰的時間 很少出現這樣的錯誤 7分 他難度大的球 他反而能打得到 我們看到 機會了 他又適合時間 他又打不到 我們這些球 我們就說他無謂失誤 都好 暫時領先1分球 8比7 搶攻直線 看來在這次 好幾次的發球方面 都是以短球 能夠可以拿回控制拳 出了桌子 讓他先拉 緊射 不是一個沒力的 感覺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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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發幾分球全部都得了 好 連拿3分 控制了劉林輝的攻勢 好 在落點上 現在孔寧輝變化了 一時中間 一時反手 好 變成打得劉林輝都亂了 先讓他正手 關他反手 好 好 是,落點變化了 沒錯 角度大了 足足在這次的五角發球裡 全部都得了 13比7 一下子 一分球變成領先六分球 這邊 看到韓國隊的教練 要動一下老根 究竟如果追上來 如何應付呢 這些接發球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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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力拆回正手 設定反手 讓他離開 厲害 打到躺下 情仲盡全身的力氣 打算球球不成功就變成人 加油 加油 從桌子的下面拉上來 終於是搶回合分 先拆回短的 撐回他 再長打 對 這樣就對了 先給反手 後快打正手 讓你走也走不到 即是要快 加油 現在在節奏上 自己控制 主動一點 先給他短的 先給他反手 沒力氣 再撐回反手 側身打的反手 連三個反手 讓你猜不到 讓你猜不到 讓你猜到 走斷的正手 防就難打了 撐回直線 順了上來就是這樣 甚麼都有 沒錯 這些球球很明顯 恐令輝入桌的出道很快 對方也可以說 發球方面比較高了一點 因為令他能夠把握這個機會 這局球 看來雙方 退中桌打的機會少了 主要就是恐令輝 將速度加快了 不單是加快 在快慢之間的控制 明顯就是 將對方 這個劉南虎 壓著來打 急球 看他反手 甚麼都沒有了 劉南虎其實是精純 將自己的意識 擺在正手方面的進攻 但是很明顯 恐令輝在反手方面 接連搶分成功 好 好 這分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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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打,一板 角度很大,亦為自己的事物投仇 王王 劉南輝整個人都站在桌上 看來不會像第一局一樣 把節奏拉慢,扭伸腳 走得太 打球來說,可以說有拼命三郎的本色 所以,也有時候在退桌的時間 希望,希望他康復,不會有特別大的問題 我們最重要是希望欣賞到一場精彩的賽事 當然更加希望中國能夠贏得進去決賽 很明顯的劉南輝在這個球開始幾分 已經是靠近了球桌 希望爭取主動進攻的機會 放短,搶攻 劉友 始終劉南輝的正手攻球的動作比較大 亦希望空靈魂不要輕易把自己放在離頭來打 否則是處於劣勢 他就是無謂失誤這些,發球也會失敗 是這場賽事第一次見到發球失誤 很不應該在這麽大的比賽,這麽高水平的比賽 幸好現在就在開局,如果在美局就慘了 發球 大家的急球果然能夠成功 看來在發球方面來說 劉南輝有什麽的白銀虎可以克制這邊恐靈輝 插場的搶攻,一定是加強搶攻 明顯這個人站位都站近了球桌 在發球開始已經是發力搶攻 一下子連拿了兩分球 再來發個短球 又接發球失誤 孔令輝發失了這個球之後 影響了心理 連續失誤幾分 變成了接發球都要小心過頭 踩上去,又是機會球 放著,又中桌對攻了 放高球 一板,還有 兩板,慢慢打 三板,打回頭 自己 覺得不值 真想不到這一板 竟然劉南輝有膽 在離開頭的情況下,來一個反攻 放多兩板,還可以嗎 他足夠位置放 看見他出盡力,拉上去 他說真的差一點,很可惜 不過不要緊,還有優勢 你又接發球失 我們看到孔令輝在這場賽事前出來 就是一個最大的壞病 就是時駕海鮮球 一時好,一時突然間低沉了下去 就是… 沒有失誤多 轉發球,3比7 起板手 這樣打下去,真是難打 老將就是老將 一上來,已經告訴你 我改變打法了,改變戰術了 以近台快攻,力壓住這一邊孔令輝 好… 擺短了,太短了,不過網 是…是孔令輝 扯回牆的,押著孔令輝,反手 好… 孔令輝,冰掛如山倒輸幾 連輸這麼多 搶攻 他還有的 搶個牆,是,長短打 這分球 孔令輝所贏的分 難度都很大 但他輸的分,我都覺得他很可惜 我們經常就是最怕的一件事 贏得辛苦,輸得輕縮 這些球來說,在自己發球 應該是取得主動拳的情況之下 反而就是為對方製造機會 這個球,短不是短,長不是長 尷尬好位置 我感覺他好像沒有看對方的站位來開球 自己想開甚麼就開甚麼 他對方都擺了一個進攻的姿勢 他還發他正手,又出桌的球 所以人家很好搶攻 現在呢 劉南輝的開球,每一分都是 看他的站位,想得很清楚才開 十分之後要轉位了 哎呀 加油 十二比二 好楓 這個位置接著讚一讚 孔令輝擺位但很漂亮 很刁轉的落點 就是自己奪回一分 十二比六 好 放著他,兩邊 等著打 也是減力回過去 這一下令狼狼虎無法借球的來勢 反而是反手 進攻的時間是自己打到網底 接好發球,孔令輝 又是這裡,人家看到位置 第一個已經是這樣,第二個也是這樣 而且放得不夠短 他想插一個長的重下旋 但下旋又不夠強 劉南輝已經準備充足 這一下打算插過去對方的反手 力量大了一點 真的慘了 剛剛好一個是雙倍 好 發球好像沒想到 為何他的發球這麼隨便 這麼隨便被人搶到攻 希望加強在發球方面的變化和落點 謝謝 感覺上是輸的分是輸得太輕鬆了 很容易 輸分 贏的分都是很漂亮的 你看到他 贏的球是很漂亮 他一定要減少這些無謂失誤 才能夠再攀高峰 謝謝 轉發球到南輝的發球 16比9 高 這分球是走過龍 位置是走過龍 連續都是放在羅南輝的正手 可以說是益殺羅南輝 還在這個位置 準備打他 對 16比11 給了他正手的位置 你一定要準備他有所進攻才行 自己有防範 對 已經是好幾個學位置 放在羅南輝方面的正手位置 看來應該在回球的落點方面 加以變化 還在這個位置 放得短這個 糟了,出桌 打對方 好彩打到羅南輝的中間位置 是一個比較尷尬的位置 中間的位置 追回近一點了 看來有機會 希望可以在接這個發球中 做好一點 追上來 插腳追身 對,推到中間 他很多時候側了身後 就向右方走 很多時候是走過籠 所以不用推那麼穩 不用變得那麼大 反而推回中間 他自己還沒有防範 直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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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子由9分連追4分球 追上來 拆回中間 打回中間 對,再打下去 反手 哎呀 出界 幾乎 一滴下去就沒有了 慘了 劉南輝本來是大比數領先 但這五個發球全部失敗分數 這五個發球 孔令輝接得積極了 主動了 出界… 落點就有了變化 希望就到這個時間 孔令輝在落點方面 發球的落點做得更好 發球更好 發球更好 比他長的… 哎呀 沒理由發一個這麼長的 比他上手打 發球做得不好 好啊 控制不到劉南輝的攻勢 好啊 所有發球很少見到 孔令輝是過他反手的 全部都是給他正手 15… 15… 那這位小朋友 都可以說叫破喉嚨 為孔令輝 慢點他加油… 加油啊 追上來 15比17 發球 發球正手 他起… 15次… 這就輪到你打失了 剛才發球短的 他在一個 能夠把握機會的情況下 拿回一分… 都在這個位置 快打就對了 撐準了 他打算撥過來 自己是一個快… 反手快打的 可惜壓不住那球 有個快打的 快打算 放手快打的 可惜滅強… 這個… 來一分… 快打死… 快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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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打死… 快打… 快打快打的 快打… 快打… 快打開… 快打… 快打… 加以變化 發個短球 搶光 看到了 這個球值得長 孔定輝似乎是 扯著自己擺在對方正手的落點位置的打法 看他的空位大 但因為步伐快,他能走到 所以這個球推給他中間 等他走 可能效果會更好 還是這個球,能夠救 有時候的武力球也挺難打 正所謂借不倒力 要靠自己發力打的時候 一加力就是出桌 這球回的時間是武力的 自己加力打的時候,反而就是出桌 孔定輝似乎是輕輕鬥過去 甚麼旋轉都沒有 搶光 告訴你是打反手的,他都沒有防備 哎呀 兩分球,亦是做一個關鍵時間 這邊,南虎有兩個機會 可以為韓國隊追上一分 我比法王要跟我們還好 換上去,反手試試看 還是這個球 搶啊 但勝出 好可惜,本來一直追上來氣勢很好 結果羅南輝最後以21比18贏回自己的第三局 不然在這裡以局數2比1敗了孔令輝 亦為韓國隊方面在總數上